走进浙江省胡州市长兴县百叶龙展览馆 一条通体粉白色的长龙穿梭于荷塘之间 与常见的金色红色布隆不同 百叶龙龙身由888片荷花瓣组成 绿叶点缀期间龙尾是一只蝴蝶 颇具江南水乡风情 百叶龙艺术团团长顾元介绍 今年龙年他们的演出比往年翻了一番 而作为文化交流的载体 百叶龙也经常代表中国出访各国 这是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长新百叶龙的舞台高光时刻 中国人可能龙本身是我们一个图腾 所以可能要出去出访的时候 第一想到的可能就是龙 一想到龙可能百叶龙就比较有特色 所以都会选择这个节目来带出去出访 百叶龙出来的时候 它可能是蛮荷塘的一个荷花荷叶的形象的呈现 那最后才会变成龙 百叶龙就特别江南的一个龙 因为看到我们的这个道具 就那个色彩上面就能够看得出来 绿色的荷叶 然后粉色的一个龙身 就特别柔美一些柔和一些 在百叶龙发源地凌城镇天平村 人们习惯每年正月十五五龙 祈求来年风调雨顺 花瓣组成荷花 荷花迅速变化 依次环环相扣 在十秒内拼接起长龙 这是延续两百多年的民间智慧 如何让传统艺术活过来 将非宜资源转化为地方文化资产 2005年 长兴百叶龙艺术团成立 注册了公司商标 近几年 艺术团改制 并入了长兴文旅集团 进行市场化运营 承接演出活动 为古老的百叶龙注入发展活力 在百叶龙展览馆内 有一面荣誉墙 记载着百叶龙的腾飞之路 2023年 百叶龙亮相第十九届 杭州亚运会开幕式暖场表演 登上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俄罗斯 新西兰 法国 韩国 都曾出现过百叶龙的身影 这条飞夷龙成了浙江的外宣金名片 故人表示 今年亚运会的表演 无疑是他们百叶龙的又以高光时刻 为此 他们也做了许多准备 也融入了创新 亚运会对我们百叶龙来讲 肯定是一个特别高光的一个时候 然后当时就是我们经过了三个月的一个排练 然后期间的话 我们去杭州也是参加了三次全要素的一个连排 最后演出的一个呈现 因为整个节目代表是胡州 不光是代表长青 所以我们有考虑到加入了一些胡州的元素 一些旅行 现在时下比较流行的一些露营 背包客这块的跟我们百叶龙做了一个结合 就是呈现的是我们整个胡州的一个特色 在百叶龙龙头 百叶龙艺术团副团场顾越看来 百叶龙舞初的每一步都要下足苦功夫 作为长星本土人 受同为百叶龙传承人的父亲影响 顾越从小学起开始练习舞龙 如今已20年左右经历过上千场演出 顾越称 每到龙年就是百叶龙演出的高峰 今年也可能是自己舞龙生涯的最后一个高峰 因为我从小小学开始就学习百叶龙的舞龙技巧 然后开始进入初中高中 我们一直在舞龙 然后一直到工作加入了百叶龙艺术团 我们的档期基本上就是从1月份开始 已经排到了2月25 上一个龙年也是一个高峰 上一个龙年毕竟我还年轻嘛 现在30岁了 可能也是我最后一个舞龙的最后一个龙年 因为我们的龙头非常重嘛 一般有十几斤 然后它那个倾引力的话基本上就是20多斤 谈到飞衣文化的传承 顾越言语中多了一些骄傲 他们艺术团下设13个基地 每周会进学校给学生培训 因此百叶龙的新鲜血液源源不断 他也希望百叶龙演出能一直传承下去 像我们百叶龙呢 这点做得非常好 因为我们的传承 因为我们有9个百叶龙的基地 我们每周会到学校进行一到两次的一个培训 给学生传播一些百叶龙的一些故事 传播一些舞龙的技巧 所以说我们的新鲜血液是源源不断的 就是把我们百叶龙这个演出 一直这样传承下去 传承给我们下一代 不要让我在我们这一代就断了香火 龙年春节 长兴百叶龙又活了过来 上到省级春晚 下到各村村晚 随处可见这条江南中国龙的身影 顾元顾月告诉记者 他们新年的心愿 是和百叶龙一起走上更大的舞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8 renew digit 刃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rez声 gym YouTubers